日本现在一到了台湾 就是说反正我都已经在 大陆那边都卖不出去 所以我就卖到台湾来 请台湾人好好帮忙 吃日本的水产品 所以日本的千叶献知识 你看 以后是第一次来到台湾 为的当然就是推销 推销什么呢 红蹄有没有吃过 草莓 栗子 日本的鲍鱼 鲍鱼 还有是清酒 还有个金木雕 这个现在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通通都要什么 卖到台湾来 然后大批大批的进货到台湾 台湾真的都要买单吗 民进党的官员真的是 照单全收吗 因为你看 吴钊燮自己都吃干贝了 对不对 吃给日本媒体看 然后果然你看 还可以接受日媒联合专访 让他觉得好开心 好有面子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要追本溯源的去讲 就是说日本的 他们的中国政策 一向很清楚 就是摆盪在所谓的这个冲突 跟所谓的合作中间 其实跟蔡委员刚刚提到的一样 只是我讲的比较文雅一点 文雅很多 所以你看在最近的议题上面 其实他做了几个pushing 他做了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而且明确的把中国大陆认为说是一个崛起中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他出了很多安保的三文件 就告诉你就说未来这个部分 包括所谓的台海这些问题 对我来讲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部分 可是同时日本遇到什么事情 我想观众朋友都很清楚 汇率已经贬到一个不行了 其实这个汇率贬到不行 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岸田跟习近平 他一定想要见面的最大原因 因为第一 日本现在急于找寻任何可以拯救他经济的方案 这是第一个 虽然他自己的内在占比非常高 这个我想贵面委员是专业 所以他自己暂时没有所谓的太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危险 可是他的整个的所谓的汇率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如果他持续的走扁的话 其实有可能会带动整个东南亚都蛮危险的 所以对于所谓的中国来讲跟日本来讲 两方都有什么 你说日元的持续贬值 日元如果持续贬值的话 会牵动东南亚跟牵动中国 因为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也不少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日币贬得太凶的时候 那整体的这个出口的影响也会有 所以大家其实都不希望 日币继续的在走扁 但是在这个上面来讲 我们大家能做些什么 就是所谓的中间的这个give and take 所以你看海产的这些部分 然后呢 那这个时候日本在很多地方上 他发现说 有时候我可以稍微低头换一点李子回来 有些地方我要低头换点李子来 真的不行的时候 真的不行 就是说在这里我不能再低头了 我再低头很麻烦 那不然怎么办 找那个一定会买单的朋友 那就是台湾了 那不就是我们吗 所以说 那就开始说 我推荐你买这个 推荐这些部分 其实你看我最近在超市看到 虽然这也不错 因为葡萄很好吃 而且葡萄越卖越便宜 卖到我都觉得 那葡萄到底是不是我们的 对不对 你有沒有发现 日本的四川葡萄在台湾 非常非常已经很routine的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日本整体的出口 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在 而他在外交上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冲突的卡关 看起来你看 中国大陆是有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所谓他的这整体 外交战略的这个部分 那日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既要维持住合作的关系 又要有点冲突的感觉 那真的不行 中间这些buffer 要谁来承担 那就是比较愿意承担 愿意买单的朋友 那他就会来做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 你看日本跟中国 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请问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什么 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 只要朋友需要 我们就通通买单 因为我们有事 人家就有事 所以只要人家对我们有所求 我们就全部都买单 我觉得在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回过头来 我们自己去想想看 那我们我们的经济力量 跟我们在做这些 所谓的这个经济采购 跟外交跟观光 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要跟人家多要一些 还是我们只是面对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是 人家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不过日本也蛮奇怪的 为什么不卖到美国去 美国的市场比台湾 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对不对 然后这个贵民委员 我看连美国的驻日大使 他自己吃起来 然后就吃那一次 后来也没看到了 结果那时候 他自己都还讲说 希望连华府这边 也应该要考虑 是不是要多买一点 结果后来好像是指纹楼梯响 不是吗 对实际上面来讲 在国际间的这个交流的过程 或者交往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面来讲 为什么有时候 你要坚守你自己的立场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会让人家觉得说 我是不是对你呢 是平等对待 我们一直以来呢 我们虽然讲说 我们是这个 这个有美 对美国来讲 我们应该要很友善 对日本来讲 我们也是一样要很友善 就是我们要跟全球 做朋友的这样的概念 可是并不表示说 你是卑躬屈膝的 这个对待你的友邦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不懂得 这个什么时候呢 该给什么时候 该要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让别人瞧不起你 因为别人瞧不起你呢 他在跟其他的盟国 在做了他这个交流之后 他最不要的东西 他就一路塞给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的情形 对台湾来讲 为什么我们今天 从一个原来在国际间 是一个对等的 甚至于在国际间 大家觉得说 中华民国是一个IT的大国 可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沦落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小了 每一次呢 只要别人 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生怕得罪他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我 你要求的东西 我全部都买单 可是这个结果呢 你不仅仅是损害 自己的国家利益 不仅仅是损害 自己国人的健康安全 最严重的是 你还丧失掉 这个盟国对你的一个尊重 因为其实在这个 整个国际间来讲 每个人有每个人角色 以我们的角色来讲 我们的地理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以我们的科技 在现在目前来讲 它也是一个关键的领域 所以当你不能够珍惜 你自己看不到 为什么你看不到 就是我们这些的官员 他没有专业 他搞不清楚 我们实际上面 我们的强项在哪里 所以因为他认为说 这些东西大家都不知道 对于这个全球的影响 大家不知道 现在是等到全球都在讲说 半导体产业对于 如果万一台湾失守的情况之下 对全球的影响 然后原来我们的官员 才在这样想说 原来他的重要性是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外行的 一个这个政治人物 当他在作为这个行政官员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现象就这样 更何况我们看到外交 外交这个外交部部长 原来他应该处理外交的事务 对 可是我们看到外交部部长 有没有呢 没有 他三天两头去做这个别的 比如说 当网红 还有这个国防部的这个事情 突然他就变成了国防部部长 防长 对 然后呢 突然之间呢 他还曾经带 就是说这个外商呢 到这个财政部国库署 去对于这个标案的部分呢 他希望就是说给他机会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一个外交人员 这么不务正业的情况之下 他自己的本业 怎么可能会做得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